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无尊杨幂不惧话题太敏感 没有人那么有愿意 但是我可以保持一个心态 金融不介意重提双筋链 为财林新专辑卖力吆喝 一定要去卖 一定要去卖 城邦男神不是梦 刘一辈成韩国男神专业户 很荣幸很有面子 婚纱要走公主风 昆林终于敲修宴假秋绝伦 还要等多久 我自己也不知道 林差平女神林一辰嫁了 前男友祖团来祝贺 要用陈柏林的身份好了 就是祝他新婚愉快 过尊不查定演唱会 独家后台探班 一尊男神正养成 学里面最疯狂的 估计就是彭丫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娇给力不与海南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一辰 大家好 我是梁多 一说这个感情 我就想到一句话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这部在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 就爆出著名演员张欣益 和他的导演老公杨树鹏 在陕西宝洁的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我就在想 他们结婚不是去年才结婚 你们那时间就办理离婚手续了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除了这一对之外呢 还有一位就是香港的老牌的演员 吴启华了 也爆出了说和小自己 21岁的老婆离婚了 虽然说呢 两个人离婚 并不是因为感情的原因 是合同的问题 但是我想对于吴启华来说 他的人生阅历已经很丰富了 这次打击应该还好了 再说了 最近娱乐圈不是在流行 这个复合风吗 说不定人家才刚刚离婚 之后就复合了 也说不定哦 我不管怎么说 对于在娱乐圈行走的明星来说 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那才是最重要的哦 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吴尊杨幂心态好 不怕话题太敏感 要想在娱乐圈叱咤风云 不但得有强健的体魄 无尽的精力 还必须有一个无敌好心态 昨天晚上 妮妮 杨幂 吴尊 周比昌 李志廷 吴墨周等 一同在上海 出席某时尚杂志 举办的年度盛典 其中最受媒体关注 就要属事业家庭双丰收的 杨幂和吴尊了 不过两位话题人物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心态好 这心态究竟好不好 还得靠敏感的话题 来考证一下了 之前的杨幂 曾透露自己 在食玩宝宝之后 工作上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媒体将这番话解读成 杨幂可能要减少工作 甚至是退去幕后 昨天记者呢 也再度就此话题 向杨幂求证 你说工作会有一个转战 工作上一局 都会有新的挑战 不会退军幕后 不退军幕后就好 不过呢 这边吴尊所要面对的 敏感话题 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最近又有媒体爆料出 严雅伦称 吴尊不再是敌人 也不再是朋友 面对如此犀利的问题 吴尊你招架得住吗 严雅伦秀 我们现在是 能够解决定 在做什么回事的吗 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景容不介意重提双击练 杨幂无尊量位的好心态 确实强大 而作为当红小圣的景容 不知是否也能见招才招呢 一开始呢 不被看好的景容和蔡依林 恋情也进行到了第五年 昨天景容一身帅气打扮 出现了某品牌的发布会 没想到采访一开始 她就举贤不避清 大方的为女友 蔡依林的新专辑 卖力摇喝起来 一定要去卖 我呸 呸 是叫呸对吧 呸 这专辑的名字 真是有够个性的 不过呢 有网友调侃了这张专辑 是蔡依林在回应 旧爱周杰伦的婚讯呢 哦 对战斗评论 不知景容怎么看呢 我没看 我看不懂 那你现在会在意 很多人还会把他 都又牵在一起 谢谢 谢谢 我介意 这张专辑除了名字个性 让人狭想 就连造型也是被疯狂的吐槽 有网友直呼太雷人了 景容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还蛮喜欢 这个专辑的类型 它的外表 那些角片 我觉得很特别 很有个性 跟它之前做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 它做得最好的专辑 小编点名 真是情人艳丽 除夕诗呀 心态好 才是真的好 女神同台 周立奇不惧比评 提起旧恋情尴尬万分 而面对新称号 有时也会压力山大 因为电视剧 魏子福的热播 香港出名演员 周立奇 专辑的长公主神入人心 瞬间秒杀王乐丹 被封女神 虽然周立奇也来到了上海 与张子怡 惊喜善同台 出席某时尚品牌的活动 说到自己被封女神 周立奇也十分的谦虚了 其实因为我觉得 女神这个志是神 我觉得我是人 那我觉得他们太夸奖我了 其实我觉得谢谢大家 那与张子怡和惊喜善 同被邀请一个活动 新女神周立奇也兴奋不已 瞬间跨前小粉丝 只不过被周立奇 败为女神的张集和惊喜善 昨晚的心情可反差相当的大咯 相比全城微笑的惊喜善 我们的国际章 当晚全城黑面 保持高冷气质 只有和品牌方 主管见面时 才勉强露出了 那么一点点的笑容 小编脸评 难道是和阴帝汪峰吵架了吗 心态好台势真的好 主持人刘伟大方任正心 这明星到底整没整的话题 在娱乐圈里 可是永远的不消停 这中国首张主持人音乐专辑 明天会更美 在福州举行的首发仪式 来自福建电视台的 多位金牌主持人 都来到现场 并亲情献唱 在谈到整容的问题时 主持人刘伟 便直接表示 自己会去做整形 等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皮肤真的松弛了 或者眼角有皱纹了 眼带很大了 我觉得可以 去打打这个玻尿酸 或者做的微整形 这是美容的一种吗 一定会的 小编点评 楼主播 你这样直白的臭妹 同事们知道吗 乐本田综合报道 现在虽然离春节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大家对于春晚的关心度 已经是逐渐的上升了 最近有消息爆出来说 央视的春晚呢 今年将会由哈文来做总导演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关心 不是谁来当导演 而是导演会请 哪些明星来上春晚哦 是 去年的春晚呢 这个就非常的给力 请到了韩国的 长腿男神林颖号 那据说在今年呢 也会请到韩国的 另外一名男神 那就是金秀贤 对于这一消息呢 金秀贤方面 也是做出了回应 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春晚的邀约 我想这句话有两成意思 一是呢 的确没有收到邀约 第二个是 如果收到邀约的话 有可能金秀贤 就会站在我们 今年春晚的舞台上哦 是 我其实我们也 大家都很期待 说到这个男神 我现在特别羡慕 中国有一位女演员 我觉得她现在完全成了 这个韩国男神的 专业户 承包户 承包男神不是梦 刘亦菲成韩国男神专业户 长得帅 身材棒 体贴又暖心的男神 一直是众妹子的心头号 可是呢 最近男神们 似乎有渐渐 被人承包的趋势 这个新的女人 就是刘亦菲了 25岁时 刘亦菲已经和成龙 与连结周润发 黄晓明等一线男星 合作了个遍 最近呢 她又和李明浩 聪承县 Ring等多位的 韩国弹红男星 在合作的影片中 擦出了货花 连大事小鲜肉 李中硕也表示 最想合作的成功女星 是刘亦菲 我说神仙姐姐呀 你这是打算 把男神们 都承包了节奏吗 昨天在电影 《鹿水红颜》的 发布会上 刘亦菲就难言 内心的小喜悦咯 我很很荣幸 就觉得这个 受到喜爱 一定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都那么帅 那么演戏那么好 就是很开心 能够和这么多的 韩国帅哥合作 那是相当的招人黑呀 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 女神观众的心情 刘亦菲就赶紧在台上自黑 开玩笑 称自己是华评 因为从这个 外情条件来说 我没什么当之无愧 他一开始 你只有我说花钱嘛 对吧 对啊 他看着那边 对我没什么期待 所以我也比较轻松 就火眼了 没压力 小编定名 华婷 也不是你想当 想当就能当的哟 城堡男神不是梦 昆林娇羞愿假周杰伦 刘亦菲把大把的男神 收入囊中 引得各路粉丝羡慕不顶 但要说204年最厉少女 嫉妒的人 还是要数下面的这一位了 没有错 他就是传言中 也和周董 拍完婚纱照的天王嫂昆林 婚纱 想要走 可能公主吧 因为自己 内心住了一个小公主 随着周杰伦36岁生育将至 他与昆林婚帅也是逐渐的明朗 以往被问恋情只会摇头装傻的 天王嫂昆林 结果被问起 一在巴黎台湾婚纱照的传闻 终于是大破全部的惯例 任假周杰伦 就慢慢一步一步来 然后好会告诉大家 进度到之后大家就会知道 还要等多久啊 还要等多久 我自己也不知道 笑编点名 说好的幸福就交给你了 乐团天总和报道 其实除了困难以外呢 最近娱乐圈最幸福的女人 要属林依晨了 因为昨天呢 她刚刚举办了自己的订婚典礼 而且在这个订婚典礼上 来了很多和她以前合作过的男人 但是尽管星光如此耀眼 最闪亮的那位 当然是林依晨的真命天子了 你说她真命天子 我真的是太羡慕林依晨了 你看看 有网友就在说啊 她老公是 这个江植树 还有大人多的合体 看看人家长得又帅 爱陪又高 最重要的是 有关心女生体系 体贴女生 如果好男人又被她抢走一个 林依晨怎么这么美女好啊 又一位女神要嫁了 昨天林依晨与未婚夫林依晨 在台北西开50桌 举行订婚仪式 这次小两口 首次在媒体前共同亮相 林依晨身穿深绿色礼服 大陆美背 现场更直呼 Honey 逆称 林依晨 让众人感受小两口的甜蜜喜悦 今天非常非常地高兴 能够取得一个美娇娘 真的是太幸福了 谢谢大家 Honey 你要在前面一点 有听到他们俩之间的昵称吗 交往近两年 小两口终于是修成正果 真是让颜看着的欣慰呀 赶紧说说这求婚的过程吧 好笑的点就是 其实讲好是放在厕所 然后放在浴缸里面 然后我在进房的时候 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结果一打开门就发现 大辣辣的就放在沙发上面 那就只好顺水推 然后就赶快跪下 好 意思是说当时跪下 是顺便就是了 不是 不是顺便 你是精心准备的 是 林依晨表现了自己理想的 蜜月地点是南极 而在结婚之后 也将与老公定居洛杉矶 从此美国台湾两地跑 当受到新婚夫妇 一定会被问到的生子话题 不知道一神是想生一个小植树呢 还是小相亲呢 顺其自然 也不是我想要就可以有的 都好看老天跟什么 而到了晚间的婚宴现场 作为圈内不多的林侧平女星 林依晨的好人员就展现无疑 婚宴现场星光熠熠 真是开明一场大型颁奖力呀 最重要的是呢 一众与林依晨在戏中搭档过的 男星纷纷到场 被人戏称 这是林依晨的前男友团 前来砸场呢 而大人哥 陈柏林首先之场 也带着十万新台币的红包祝贺 更依照电视剧中的剧情 将卸妆用品赠送给了林依晨 我还特别送了卸妆的东西 给她老公 对 就是希望以后 那个一成工作回去 后老公可以帮她卸妆 对 要不然用大人就有身份给她提名 不要 用陈柏林的身份好了 就是祝她新婚愉快 而在天外飞仙中 与林晨组成国民情侣的胡哥 也到场祝贺 并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我说胡小哥呀 既然小七都有了归属 你也得加把劲咯 与林晨在《蓝黎王》中上演了一段 缠绵翡翠对手戏的陈晓东 也带着老婆一同出行 而最受人关注的江植树正元唱 最终还是遗憾错过了 相亲的并婚宴 而她也托导演曲友宁 包了十三万一千四百元的大红包 代表了一生一世 也兑现了自己的红包 一定要交过大人哥的诺言 而怀着双胞胎的范范 与老公黑眼也亲自到场 并送上了一份神秘大礼 带一个小东西想要送给一成 然后就是我的好运年在这边 我觉得她是一个 真的外表跟内在 都是真善美的女生 所以希望可以把我的好运气 也传给她这样 也许是大言哥行单已知 落寞神伤的背影 太过令人心疼了 黑人还主动地承担起了 安慰陈伯玲的拳户 我说黑人呀 你这安慰的方式 是不是略残暴了一点儿呀 你老婆范范可是在旁边看着呢 找编店名 林晨的前男友团呢 也要加油咯 乐范范综合报道 霍尊不查店演唱会 独家后台探班 一尊男神正养成 学里面最疯狂的估计就是 太阳了 别走开下节更精彩了 不理好打点心面 好吃好给你 乐着我的菜 老师的 不理好打点心面 姓名 李文宇 江俊燕 也跟我在说那本书了 那本书就差最后已经没用了 我叫童小琪 你好 逻辑 还是嘛 从来对自己狠一点 要不然怎么骗过我妈呢 严学经 从今天开始 咱们家有新规矩了 十点钟我准时锁大门 你爸呢 叫童鞋 对 你妈的就从那台市 坦白不过超级童言 在别人的眼里 我的身后是一个个 让人羡慕的光环 在我的眼里 前面只有一条 充满挑战的路 每一步 我都想走出自己的轨迹 对我来说 财富不是素质的累积 来自父辈的梦想 完成 与执着信念 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廣州欢迎回到好 交给力部 海台点心面 大贯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金陈 大家好 我是梁多 乐翻天的观众朋友们 有福利咯 因为在10月31号 蔡杰雅将会 再重新举办 不插电演唱会 只要大家参与到 乐翻天 观众欲博的互动 就是我机会拿到 门票两张 那么在昨天 抢票成功的观众朋友 已经出现在屏幕下 是的 说到不插电演唱会 真的是非常精彩 上周霍尊也在南京 举行了一场 我们乐翻天 接下来会给大家 带来的是独家探班 乐翻天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小夜今天马不停蹄地 飞到了南京 那么今晚 霍尊红牛布插电演唱会 将会到为身后的 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说到霍尊 她独特个性的嗓音 可以说是征服了万千观众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热情的赫兹 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接下来 就跟随着小夜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距离晚间的演唱会 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而在场馆外 等候开场的霍尊粉 尊红却早已经是 聚集在了一起 高速扬州 北京 湖北 安徽河肥 他私底下 非常的调皮可爱 真的看起来 非常阳光 像一个阳光的大男孩 我觉得他是个 非常好的 非常优秀的孩子 我们都特别支持他 尊重天爱 霍尊天爱 耶 就在赫兹们 焦急等待开场的同时 幸运的小编 得到了进入后台 采访的机会 此时此刻的霍尊 是如何备战 自己人生中的 第一场演唱会呢 话不多说 赶紧来问问吧 马上这个演唱会 就要开始了 现在紧不紧张 紧张 紧张 大概在临上场 前20分钟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紧身 大概上场前 也是15分钟 20分钟左右 先消片苹果 喊在嘴里 不要嚼 然后等上场 前快上场的时候 把它吐掉 这个时候也是 两个嗓子 哇 看到霍尊 对于保护嗓子 如此有心的 看来小编的担心 完全是多余的了 而随着开场时间的 愈发临近 演唱会那场 早已是人山人海 作无虚席 晚上8点 在一浪又一浪的 欢呼声中 霍尊终于是登场了 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霍尊华丽又不是清亮的歌声 让现场粉丝 听得是如痴如醉 备账多日的她 也是使出浑身解数 要将最好的状态 呈现给那些 不愿千里 来支持自己的 亲妈粉和姐姐粉们 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今天 那个我在这里 还是要感谢 各位客资 对我的支持 然后以后我会 越加 越发努力 然后更加不朽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 谦逊低调 疼爱歌迷 一直都是霍尊身上的标签 而众所周知 霍尊身上 还有另外一层标签 那就是相当敏感的 新二代 霍尊的父亲 就是90年代 红极一时的歌手火风 霍尊的妈妈 钟晓萍 也算是一名 便于歌手 而对于新二代 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 火灯显然 有话要说了 我是觉得 所有的东西 加上一个二代 这两个字 就觉得有点贬义 也觉得特别 不舒服听着 而且对 没错就是 我确实是新二代 但是 我到达今天这个样子 包括我以后 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是靠我的 而在当天 霍妈妈也现身 不插电演唱会 与儿子合唱了一首 红歌 石送红军 霍妈妈这一开口 大家可算是明白了 霍尊这副好嗓音 究竟是继承谁的了 成熟的谈吐 敏捷的思维 让人常常忘记 这个站在舞台上的年轻人 其实也才只有24岁 今年7月 刚从大学毕业的霍尊 早早便完成了 学生到歌手的转变 只是令人好奇的是 在大学校园里的霍尊 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大学里面的话 就是 基本上就是圈子很小 就是跟我的室友一起疯 但是有一些 影音晚会 或者什么晚会啊什么 我还是喜欢去露一首 从小学 那个鼓点钢琴 然后喜欢会去弹一段 对 会去弹一段 然后别人你就会 不管男孩子 还女孩子都会说话 那个就是 晚会上面 那个弹钢琴的大增叠 就这样 对 在舞台上 魅力十足的大增哥 在人前 却总是带着几分腼腆 而当谈起感情状况时 前一刻还能 侃侃而谈的霍尊 就忽然忍不住 羞涩了一把 学里面最疯狂的 估计就是谈的爱 这个也是第一次 所以就不多说 不多说 不多说 哎呦 虽然是害羞了 但是大增哥 真满脸的甜蜜 是挡也挡不住呀 其实不管怎么样 歌迷们都一定会支持你的啦 希望他能够找到另一半 然后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 我觉得他找到的话 我们都是会很开心的 我们就肯定会喜欢他的女朋友 这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唱得了歌 买得了萌 就是这样的霍尊 征服了从少女到少妇 青年到老年的粉丝群体 这样的一场不插电演唱会 只是他演艺生涯的新起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尊男神一定还会大放光彩 乐凡天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人茶备见 汇聚茶香 黑人清新绿茶收口水 快来体验 新闻事件错综复杂 有时看似毫不相干 其实背后都有关联 我们集合两岸智慧 会人分析 带您直抵核心地带 一大苏家 非方践踏了中国的主人 其中是必有其强 安倍的野心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地花之秀宝贝大赢家 冬季招募开始啦 小米亚表演够自信 年龄在四到十二岁之间 这个舞台等你来秀 爽感成功更有机会 参与国际艺术交流东立民 东南卫视每周六晚九点十五分 地花之秀宝贝大赢家 快来闪耀吧 花生牛奶就喝达力圆 达力圆花生牛奶 欢迎到玻璃海点心面娱乐 显微镜的环节 昨天的正确答案是数字八 要恭喜在乐阪天官方微博 还有官方微信平台 获奖两位朋友们 你们将会获得好吃好给 离玻璃海点心面 为你提供的精美大礼包 还有就是许松的 新米千米的专辑一张 是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除了红包陈柏林 还送给林一辰 什么样的订婚礼物呢 只要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阪天的 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好吃好给你 为海台点心面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节目 最要送给大家的 亚伦亲笔签名的写真记忆本哦